真的蠻多的 你看那個上面 一吐就開了 今天又來了一中階吃上次我覺得超划算的評價王者 吃到飽 他這一次的話一樣吃他的沙茶豬啊 這個鴨血肉 尤其我最愛的瓜仔雞飯 那他這次有一個是專門針對單點的人的這個花蟹套餐 還有這一次的重點 海鮮吃到飽只要加119元 絕對超級豐富的內容 最後還有我個人在這間店的隱藏菜單 我們開始來吃囉 啊 找到了 Let's go 欸 他現在是下午時間人還是一樣多 今天呢來這一間一中店的花樣啊 平常的時間如果是用餐時間真的非常的難定位 那店內不只有飲料啊冰淇淋可以吃到飽以外 重點是他們的招牌就是有非常多的回裝火鍋料 而且這些火鍋料完全的不馬虎 而且每一疊每一疊都不會讓你浪費到食材 還有重點就是他們最好吃的瓜仔肉飯 沙茶豬肉飯 這瓜仔肉飯我每次來至少都吃兩碗起跳 另外還有晚餐宵夜限定的麻辣鴨鞋 很大片 很大片 超大片 可是這個也是不錯 加一一九就有這一種海鮮吃到飽 我覺得還算划算 你的湯頭是蛤蜊雞 欸蛤蜊 蒜頭蛤蜊 蒜頭給了很多 蛤蜊也很多 蛤蜊也很多 還沒煮滾 有嗎 我這比較特別 我第一次嘗試 這個是松露奶的這個湯底 它的沙茶豬肉真的是肉塊 非常的大 然後這個的話是 瓜仔肉 你想要吃那個什麼 黑瓜雞 黑瓜雞不錯 而且還有鮮心茶 而且它上面的火鍋料其實就蠻划算的 而且它上面還有很多那種 就是應該叫什麼 泡麵 當天一大重點就是這個新的 花蟹套餐 我告訴你喜歡吃單點的 絕對不能錯過 哇你看你這整塊 把這個肉都吃掉 沒有 重點是那個肉是好的 這個肉真的蠻多的 你看那個上面 欸喔喔喔 一吐就開了 這個真的在 再來的話就是重點 每次的基本盤 他們家的豬牛雞 口味都非常的軟嫩 而且不會乾柴 真的很好吃 吃肉 肉花 基本上晚上吃點多 你喝完酒嗎 真的都沒有怎麼吃這麼東西的話 好像我好有來這邊吃一個 想要吃青菜的可以健康一點 就是隨便買 想吃肉的也可以 你想吃飯的也可以 而且它的飯不是給你炒飯 它是給肉料很多的 那叫做什麼 瓜仔肉 那個 沙老師 這是我媽媽的味道 聽起來怪怪你出來 好好吃喔 吃瓜仔肉就好好吃 我最愛的 我很愛吃牛肉 但是他們家 我愛他的家的豬肉更勝牛肉 剛剛那個花蟹啊 我們今天來本來是想要吃看看 他的那個龍蝦 他之前是有龍蝦鍋 剛剛配起來才400多塊 超便宜 但是我剛才來的時候已經沒了 老闆說生意太好了 所以他們改成一樣 成本也是很高的 花蟹直接進了 你如果吃 如果是要不想 龍蝦已經吃過了 或者是不想吃人 可以來吃看花蟹 東西也非常不興建 那上面如果有那個 意大利麵 他們還煮一煮就變那個 東路奶油的意大利麵 我們現在上面這樣子 數不到它到底上面 回轉海道的有多少樣菜 它是火鍋料 還有一大堆菜 然後還有鍋子 應該六七十種 它有炸的意麵 這個看起來很濃 很像那個叫什麼 松露濃湯的感覺 這個肉一定超鮮的 我們現在是下午三點 他說八點那個位置 超酷的 這聲音真的好 對 我現在我們 看旁邊外面的門口 會有點壓力 有很多人在等 來我把鏡頭轉過去 你看看 很多人在等 心裡想說 你要不要吃 你趕快吃完 你趕快吃完好不好 來蛤蜊 多利魚還有白蝦 如果吃到飽 你就要花多少錢 只要119 有 這塊 我這看起來不錯 歪歪歪歪 它這邊是一個 屬於這樣 平下補充蛋白質 跟纖維質的 知道吧 最後教大家一個隱藏菜單 點它的松露牛奶鍋 加上拉麵煮了以後 算一些牛肉或豬肉配上去 搭配它的湯汁 我告訴你 超級無敵好吃 松露白醬炸麵 這個很好吃 那個吃得吃 強烈推薦 大家可以點這個湯頭 你不只可以煮我 給我煮看 你連煮麵 都變得很像是 很高級版的那個 白醬 太有松露味 點心有茶 綠茶好多 可是剛剛我看它旁邊 還有冰淇淋 等一下我們也就去吃一盆冰淇淋 綠茶凍解膩的吧 不會不會不會 吃冰淇淋 那個七彩顏色是每次都會拿 它吃起來也一樣吃 當天店家有一個活動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棒 就是你只要把鍋底都吃完的話 一個人可以換取到一個代幣 代幣 代幣可以抽到非常多的月幻券 只是可惜我們當天是沒有抽到大獎 但是也不錯 有抽到蛤蜊這些的月幻 下次來一定把它全部用到好 這一間 分享給大家喜歡吃吃到飽的人 真的是便宜好吃 無負擔 吃完了 人爆多 也可以吃興趣 在這裡 但是不要回家 所以今天還有一個 會不會再 Gesetz